第一個想先請教我們今天新增4例的境外移入 那是不是有突破性感染的狀況 第二個還是想請教第12輪疫苗的預約 因為昨天好像有說BNT的登記結算是到 10月13號至明天為止 那請問他截止的時間 點應該是幾點 那我們預期說這是第12輪 這三種疫苗可能分別要施打多少的數量 這個有沒有一個初步的數字 謝謝 今天的境外移入序號3 這位案16418是有在7月份 分別接種過共2劑的BNT的疫苗 那這次檢驗出來 陽性是在14天的檢疫期滿之前 驗出來 CT值已經蠻高 35號 應該是一個很病毒非常低的一個狀況 那過去是沒有確診的一個紀錄 所以目前依照我們的定義 他還是屬於突破性的感染 不過因為是在檢疫期中發現 所以對社區並沒有 什麼威脅的情形 第12期的醫院登記到明天中午的12點為止 那另外 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想請教一下 我們就是預期12輪會打3種疫苗 我們預估說每一種疫苗大概會打多少幾百萬劑 或者是一些數量的出估 目前AD的部分 就是大概超過100萬 那另外BNT的部分 目前是174萬 那莫德納的部分 應該是113萬左右